鉴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疫情警戒标准调到第二级 金门的旅游业回温 为了维护辖内的旅馆、宾馆公共安全 强化重大火灾抢救能力 达到火灾抢救勤务执行的效能 以维护公共和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演练的项目是现场有大量的浓烟串流和火事 有延烧之余,民众受困待救 抢救人员抵达之后 马上实施人命救助和云梯消防车高空作业 相关的防救灾设施设备等操作使用 为了防范火灾发生 本大队金湖金沙村队 特地在辖内十美度假村进行火灾抢救援连 总计出动了五车三十多名警义销到达现场 摩尼现场有火灾的情境 有二楼民众受困以及顶楼民众待救 立即启动了CCIO火灾抢救分组 以及云梯车高空救援作业 顺利将人员救出 以及灾害发生时可以迅速的扑灭火事 减少灾害损失 另外也模拟了消防同仁在地下室 因为重物压伤而求救的情况 立即启动RIT救援小组 将受伤的人员顺利救出 训练是为了防范火灾抢救可以顺遂 消防局第二大队的大队长也表示 这一回演练运用邪情名利机制出动 锦销易销同仁 总共是19位车辆五部参演 还有相关的装备进行 祸灾抢救演练 而这回演练成功 仰赖平时消防人员训练的不松懈 才能排除万难顺利将民众给救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